欢迎继续收听由往昔军演讲故事连妹播讲 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015集 第二天原本计划好去福利院的 但是陆悠悠临时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接到了苏白黎的电话并约好见面 陆悠悠起得早 下楼的时候没有看到陆萧 妈 我哥下来了吗 还没有呢 怎么 你找他有事啊 哦 是这样的 本来跟他说好今天去福利院的 但是我临时有点事 今天去不了了 你等会儿跟我跟他说一声 现在你就要出去啊 嗯 我现在就出去 不是 你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苏白黎刚从外地拍戏回来 这两天刚好在S市 难得的机会当然要见个面了 你 你这是在约会啊 算是吧 哦 陆母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 心里在想着 哎呦 这个苏白礼 不会是想趁着悠悠失忆 把他给骗了吧 等陆母回过神来的时候 陆悠悠已经走了 倒是陆萧从楼上沉着脸下来 老二 你醒了 陆母看儿子这一大早的脸色 该不会是听到了刚才的话吧 嗯 那个 悠悠她 我知道了 陆母还没说出口 陆萧就接了话 还真是听到了 陆母默默地叹了口气 陆悠悠在路上等了几分钟 很快的 就等来一辆法拉利跑车 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她也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等到车窗被摇下 苏白默摘下墨镜跟她说道 上车吧 古奶奶 陆悠悠笑 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但上车后 就发现她脸色不好看了 你不会是昨晚没睡觉吧 眼圈这么黑啊 这么关注我 爱上我了 哼 不愧是大明星 还真是超级自恋 那必须的嘛 苏白默 得意洋洋地哼笑 换做是以前 她要是跟陆悠悠 开这样的玩笑 陆悠悠准是甩她一个大白眼 外加一技飞毛腿 这次套路有点变化 她还真是不太习惯 两个人找了一家早餐店 吃早餐 这会儿正是高峰期 店里人有点多 他们拿着号牌在等 苏白默是早有准备 帽子 围巾 口罩 必备之物 陆悠悠看着面前一个武装分子 倍感压抑 都是她考虑欠缺了 不应该这么早就赖上她的 对了 苏白默 你跟灵星很熟吗 陆悠悠看着排成长龙的队 看样子还要等好久 她已经等不及了 索性就在这里问了 不说 没什么交集 苏白默一边喝着手里的热豆浆 一边回她的话 不熟 那她给你打电话让你来看我 陆悠悠还以为 她跟灵星是认识的 不是你让她打的吗 我当然没有了 我失忆了 根本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男朋友 苏白默很想说 她很冤枉呀 犹豫再三 苏白默才说到 我要是说我不是你男朋友的话 你肯定又说我嫌弃你失忆 想甩了你 可是关键是 关键是什么 难道 她真的不是 你这失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我都没急 你急什么 不是 你弄得我很尴尬呀 有什么尴尬你说出来不就好了 陆悠悠耐心尽失 再开口 语气也超级不好 旁边在排队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吵架 都投来异样的目光 苏白默将冒淫压低了一些 是这样 我承认我是有个想追你的念头 不过 说到这里 苏白默欲言又止 她也不能直接说 陆悠悠以前喜欢陆霄吧 只能委婉点说 不过后来我发现 我们还是更适合做好哥们 那你说 林兴为什么要跟我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 苏白默也想问这个问题 上次见她的时候就想问她了 但是看她还在医院 自己就没问 陆悠悠心里现在更加迷茫了 在林兴和陆霄之间 她到底应该相信谁 那我再问你 我出事之前 媒体报道出一些关于我的新闻 你怎么看 炒作 假的 陆悠悠愣愣愣愣 因为苏白默回答得太快了 废话 那种一点可信度都没有的新闻 除非傻子才会相信 苏白默到底是因为跟媒体 打交道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对一些新闻的真假性 非常敏锐 为什么没有可信度 没准我这些年 在卢家确实过得不好呢 不好 苏白默将她从上到下 打量了一遍 你见过谁家被虐待的孩子 像你这样腐白貌美 还能出国留学 如果都是的话 我也想被虐待 那总不可能 平白无故的无风起浪吧 那咱们暂且不说这个 你觉得你会愚蠢到光明正大 去反咬养了你二十年的家人吗 你真不怕被人指责忘恩负义啊 苏白默也不是当事人 只能站在客观的角度 陆悠悠大脑又开始罢工了 一团乱 莫得 她又想起了什么 狐疑地看向苏白默 你不会是被我哥收满了吧 苏白默嘴角抽了抽 我跟你哥八百年不联系一次 她买通我干什么 让你不要承认是我男朋友 然后再打乱我的思路 你还有思路 苏白默简直要败给她的思路了 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弄不清楚 你的思路太宏伟了 说吧 她已经不想再跟陆悠悠 继续谈下去了 拿着号牌去排队去了 陆悠悠满脑子都是浆糊 郁闷地看着窗外 来来往往的行人 她就像站在路口 迷了路的人 对眼前的一切 无知而又迷茫 但事实上 她心底不是没有一点方向的 只是她不敢太轻易去相信 不想被辜负 对眼前的耳朵